中国日报和中国日报网的记者提问 中国的言论变化无常 比方说一个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关系怎么发展 中美关系呢 因为它是两个大国 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呢 受比较 因为它对整个世界是有影响的 所以比较 引人注目吧 这方面讨论比较多 在中国国内讨论也比较多 一个总的看法 中美关系呢 合作还是主流 那么美国呢 它的这个政策调整 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很经历也会影响到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当然大家都希望 这个影响是正面的 是积极的 但是如果有挑战的话 中国也会坦然的去应对 目前呢 应该说 现在这个 我们也看到 两国之间 已经有不少高层的交往 另外呢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 两次直接通电话 传递的信息 还是很清晰的 就是中美之间 还是要多 这个 多合作吧 多合作 成为一个很好的伙伴 我觉得美国社会 对中国普遍不了解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还是要 我们要多努力吧 尽量让自己的信息 更多地通达国际社会 通达美国社会 这个 暴露出很多新的问题 需要 总结经验教训 美国国会呢 跟我们之间的交往 也是比较多的 这个 今年也有这样的安排 另外呢 我们各个专门委员会 也有不少 也有不少交往 跟各个国家 这个专业性的 平等的交流 对彼此都是 非常有益的 需要这个 重新进行一些论证 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呢 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